那我们接下来的session是一个时间稍微长一点 不过呢是有两位呢就是个别去共同主讲的一个议题 这议题其实呢早上博强他在讲open source一些概论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讲到说open source其实不只是个科技 资讯科技技术面的东西 而是说你要授权嘛你有什么权要怎么样去授 以及就是说如果你身为一个open source的contributor OK不论你是promoter或是你是coder 你都会是contributor你是个贡献者 那身为一个贡献者你应该要再更了解open source 它是法律的这个方面如何授权 那以及就是说了解这方面之后呢 其实对各位不管在运用一些比如说是open source的软体 或是甚至运用一些网路上的图片啊音乐啊文字这些素材 会更有了解 那今天这个session呢我们是由两位来主讲 那一位是我们的ent 那ent曾义峰呢是之前也是他 就是说他的专场是在自由软体跟资安方面的部分 然后所以说其实对于就算资安有兴趣可以找他 那另外一个专场是在智慧产产权 例如说著作权啊专利权啊等等的 那他本身并不是念法律的 但是他本身就是原自资管立业出来 然后后来又念的是经济研究所嘛 对后来跑去念经济研究所 跟我一样也是念经济的研究所 对所以说那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写程式有兴趣的人 只要你懂得自学的方法可以学到很多其他的领域 那我们另外一位呢我也一并介绍 就是我们的rs 那我们rs江博润同学呢 其实是在open source的圈子里面 我也蛮早就知道他了 那时候知道他说还是在念成功高中的时候啦 然后现在呢他算是今天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位讲者啦 因为也比在座大家可能都年轻 目前是台大法律系的一年级 然后写成词法去读法律系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 所以说今天其实这一个 这个session有点像是 我希望把它做成是由ent跟rs两位一起来讲这个议题 有一点点传承的意味 这两位都是先学会写成词 后来学法律 只是他更早学写成词更早学法律而已 OK这个比起来的话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有一次他们系上好像是什么 老师还是同学看到他在写成词吓一跳 想说法律系也怎么会写成词 对那所以说有些故事 或许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这场的整个活动 其实叫开源之道工作坊 我刚刚一开始就并没有去讲这什么意思 这名字是我命的啦 其实意思是说 这边有条路 你要从这边走到open source 你在途中会看到什么 会经过什么 那大家分享他的经验 所以今天不只是分享这一个专业知识而已 也是讲讲就是大家如何从这个地方 本来不知道open source 走到open source这两条道路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 学会你要各种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这一个就是 就是有end的讲那些工程师 那陈日工程师是该懂的法律 大家好 这主题其实就是说陈日工程师该懂的法律 那其实把他更广泛的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是讲一个基础法律 就是说其实不只是程度工程师 也就是我们在推广一些自由软体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有热情 或者说用个技术去推广 其实他背后有一些法律意境 那以陈日社医师来讲的话 你们今天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自由软体 首先你要去知道 这个自由软体的一个限制是什么 因为其实所谓自由软体 他背后之所以让他成为自由 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法律的一个契约在上面 比如说他后面有个 所谓制度权法律 或者说商标权以及专利权的这样一个法律 去支持他 他才所谓的自由软体 所以在背后是有一个法律框架 那这样一个法律框架呢 其实有些很多的一些病情 就是需要去介绍 那我今天就是主要介绍一些 比较生活化的一些法律 那对于Promoter来讲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所谓的 陈设计师 你如何去推动一些自由软体的时候 新年是会面临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商标问题 你今天如果要推广Linux 或是Ubuntu 或是其他类似这样的一个自由软体的生活 那其实你一样面临到就是一个商标问题 你今天能不能用它商标去做某些行为 这是其实要去思考的 或是说你用它的一些网站上面文字 是不是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一直在你的文学上面去做 那其实这背后都有些法律问题 这不是已经是自由软体的设计问题 是整个一个基础法律的一个知识面论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技术法律 那为什么一个程式工程师要懂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我的一个生涯的一个资亚上面 我现在程式设计师出身 然后呢我在写程式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 因为我在接触到企业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 就是说台湾很多企业都被国外告 或者说被自己台湾人告 那这背后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程式设计师 如果你是程式设计师 你要去思考的问题是 通常我们怎么去写程式 我们通常就说 OK我今天要写一个什么程式 登录程式啊 注册程式啊 写个网站啊 或是教学校作业也好 像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通常就是说 OK我们可以找教科书 或同学 或者说Google找 那通常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程式它是一个著作权 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 你只要把它抄下来 放在自己公司里面 或者说放在你所待的公司里面 或者说写在你的报告文案里面 其实都是有一些著作群的依旧在里面 那我发现很多台湾呢 其实大学都比较没有接触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出社会 然后出社会 然后出社会在公司里面运作 然后就发现一些问题 或者说你自己开公司 或是接案 其实都有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导致很多接案的人 或者说开公社的 或是你呆的那个监控师 因为你的被告 所以呢 我后来这几年 陆陆续续在很多大型企业 去想一些像这样的一个演讲 就是基础法律问题 首先呢 只要 太宗明要讲的是说 法律这个东西 其实 不是保护 懂法律的人 比如说法律 其实不是保护那些律师 就是法官这些人 或者说大老板那些 就是要保护的是关心法律 今天法律它是一个权益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权益在哪里 才知道你要懂得什么 保护的权益 那反过来讲 你要知道别人的权益是什么 你才可以保护自己 不被别人告 所以这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 一个方式 这是最主要的 也太重疑了 就是说 比如说我一杯闯 假设我们今天不知道 我们可以跟警察 警察讲说 我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然后我就不会被罚了 其实不会 法律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这一点 那当然能处罚 当然就会被罚了 那反之来讲 抄别人的程式诅咒 就说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从哪里抄的 那一样 你可以告人 如果被认定是事实的话 你当然就会被罚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法律 那我今天比较讲的 是智慧产权 因为法律其实很多 什么明法、习乎法 智慧产权权 很多法 那今天比较讲 是跟自由软体有关的智慧产权 然后这个呢 也比较贴定我身份 那什么是智慧产权 智慧产权其实是一个 很枉犯的一个群 它底下有很多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 法调在里面 那简单来讲 智慧产权包含 著作权、烧标权、专利权、 记忆电路布局权 零念、秘密以及其他旅行资产 这是智慧产权的我们办理 那原则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自由软体界 会看到的就是 著作权、商交权和专利权 前三项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其实这三项权利呢 都在任何的 自由软体著作权里面的 一个契约里面 都会有看到 比如说至少会有著作权 然后有些契约里面 会看到的是 商交权和专利权 那我先讲的是 这三个权利的一个基础 那作权当然包含 诸作人格权和专利权 如果各位不知道没关系 那原则我就是列出来 让大家去参考 比如说作人格权在 我们的作权卡里面 它在第几条 然后 诸作产权在第几条 那作权权包含 重置权、火速权、博送权、商民权、 演出权、展示权、传输权 其实每一条都写得很清楚 从中是重置权 我们今天 Windows的作为系统 它是有版权的东西 我们先复制它 代表是重置 所以是copy 所以你版 違反的话 就是 诸作权包的重置权 那你今天放在网路上 那可能就是 公开传输权 让人家下载 所以呢 你今天copy别人的 再放在网路上 给别人下载 就至少违反两条 一个是重置权 一个是公开传输权 所以呢 从这些 诸作权包保护东西 你会知道 我今天写的软体 有什么权利可以保护我 今天人家侵犯我软体的时候 我可以用什么法条 去告人家 那凡事来讲 我今天有个软体在哪边 我是不是要注意到 什么样的权利 当然还有其他 改作权 编输权 技术权 跟浪权 那实际作权包谈了很多 那我们今天就要 漫谈乳粉 那我们今天谈 是电脑层次 到底有没有作作权 那法条 就有法条的一些文字 那文字就会列在上面 所以我们先看 电脑有什么作作权 根据作权法 比如说现在的 现行的作作权法 第五条第1下第10款 其实电脑层的著作 已经要作用权法 这是截取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作用权法第5条 有列出 语文著作、音乐著作、戏剧舞蹈 我们看到第10期 电脑层的著作 它是最后面被加进去的 我们可以看到 作用权法在历史上面 因为电脑层做是比较新的 我们可以知道 以前的语文、音乐 其实历史都悠久 所以作用权法当中 成立的时候就有把这些列进去 但是因为电脑层是比较新的 所以后来 大家认定说 电脑层的著作 如果四为一个 著作权法所要保固的 对象的时候 它就把它列进去 所以电脑层是 一个保固定局 那我们就要问说 我们是怎么写程式 其实从大学的时候 很多教授 或者说很多老师 其实都没有教说 如何去写程式 这一点 那很多人都说 我自己写 我超同学 或是超科的 那我刚才有提到一个很大的一点 其实现在很多人 不管是学生 或是出去做工作工程师 很多人都是超酷酷 我今天要做什么 但是超酷酷 如果人家写好的还是酷酷酷酷 不管他是不是只有 哪里拿起来利用 那所以呢 现在商场上 全部自己写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公司 什么东西都自己写 比如作业系统 像写个作业系统 耗费你多久时间 所以很多公司 如果你真的要去作业系统 就用Lennus 如果你要写 11个手机 就用Android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他那么多公司 都用Android 因为他们不要在什么系统 他们直接用你 Android 后面也有很多法律 所以他们公司的把握 也读懂这些法律 才会用到他们的公司 反正伺服器 資料库加杰秘 通常都不会自己行 因为这东西已经悠久 非常发展悠久 用现成的就可以了 所以 因为上次全我自己写 已经不可求了 那现在城市中心 最高级的大部分 如果我找城市 你要从哪里 找到正确的城市 然后超到你自己的城市 所以 现在呢 最危险的玩物攻击器 一间公司或断桃网 或管理公司 就全废掉 所以呢 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先知道我们自己的习惯是什么 然后去思考 搜索的一些规定 那超 超是比较负面的 就是说如果 如何去参考 参考的话 就是说 参考的参考是到 可以 我们当然就注意 要看城市授权 其实我刚刚讲的 所有的自由软体 都有它的授权 例如 我们在gethub上面找到 或者说 在其他网络上面找不到 那它很多人会附上 说是授权一样 就是它背后 城市碼 背后还是会有一个契约 说它这个契约是什么 但是如果它什么都没有说 那是什么授权 是什么授权 我今天在gethub上面找到 如果它只有帮上城市 它没有说 这是什么授权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如果没有授权 它代表没有 它没有了解论 它就代表没有 所以你只要看到论坛 人家贴了一小段 或是贴了一些 呃 城市 让你下载 或是什么 如果它没有写的话 原则上就要小心使用 因为它 不一定代表 它有授权 也就是说 什么都没有讲 法律上是保护原始的人 你什么都没有讲 不代表我的权力 那 但是它假设有说的话 你也不一定能够相信 这是一个像 网络上的世界 就是说有时候 有些城市的机会抄别的 城市的城市 然后就把网络上说 这是我写的 所以这也是有些公司 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 我在网络上找到 这个城市我在这边抄的 拿下 它说没有问题啊 它可以让我公司使用 但是不幸的是 你参考那一个工程师 或是那间公司 所写的软件 别间公司 它去抄别间公司的东西 所以像网络上的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 假设看到它没有授权 但是看到它 假如说的话 不代表你真的能够有 那我现在看到一些实例 比如说公路生的著作 著作群的归属 大学生可能会去公寓 比如说你去一定要教室 或去办公司 写一些层次 写一些文案也好 做一些美术著作也好 帮忙写网站 这些东西的著作群归属 职务上所完成的工作 著作群属于10 这是我们去思考的 在著作群里面写 就是说公路生的著作 在第11条里面 公路生属于受雇人 就是你公司给你钱 你在那间公司上买 内院上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 它是七月上成立的 你在这间公司里面所完成的著作 原则上它的财产权 属于这间公司 所以说假设你今天公读了 在学校工作 原则上你的著作是属于学校的 这个就很直居 虽然如果没有特别规定 就按照作群归上面的规定来讲 除非学校说 OK 没关系 你在这边做的著作 我给你好了 但是要把名为写下 这是一个网站 所以公路时期的材 突然之上都是受雇人 比如说学校 或是你那间公司的财产 那外包 在植物上所完成的工作 做作权属于生意 我们刚刚讲是公读 那现在讲外包 可能在学生时代 你很多去捷外面KS 或是帮什么公司 做一些公司 这些东西 那外包呢 在作作权的第12条里面 也讲完 出资者的聘请 他能完成自助作 以适数条件之外 应该是有受聘的女主作权 有时候如果是外包的话 以作作权的法律方教来讲 做作权的财产权属于外包者 跟刚刚的公读称呼一样 如果你是外包的话 原则上你写出来的层次 做作权还是属于自己 不是那间公司 但是那间公司可以使用 这是一个著作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规定 做作权当然属于自己 假设你是接览的外包 那公司也不是笨蛋啊 做权法刚刚12条里面有写 如果契约里面有冥定 作为财产权属于谁的话 那就是以契约里面属行 所以呢通常你外包里面有文字 通常会看到这一段 如果本专案交付资金用程 甚至全部著作权上标解析 一切智慧残求 尽为假放属 假放就是公司 如果契约里面有这一条的话 那代表不是营造作权旁边的收集 是营造契约里面的收集 所以呢原则上 如果是外包 然后看契约这一条 你的著作约约上属于公司 或是属于学校这样 公司员工的著作权 所以我们刚刚谈的是 公读生 然后外包者 然后如果你在公司 原则上的公司员工做的权材 十一条 我们刚刚看到的十一条 就跟公读一条 所以公读跟公司员工 原则上都是参考十一条 第十一条 其实原则上就等同公读生 所以原则上 如果你在公司工作的话 你是受付于该公司 你写的程式 你写的文案 写的任何东西 在这间公司的一个期间 做的完成东西 原则上都属于这间公司 那我们现在谈论的是 我们刚刚知道一些 跟自由来几年有直接关系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 依附存在的 法力契约的条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自由开放原始码的主作 什么是自由开放原始码 我刚刚讲的是 自由开放原始码 那这些定义 会产生不同的契约 就有跟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不依照不同的契约 不同的需求 你契约内容会有少做修正 那目前的OSI 就是开放原刀出减 而这个组织呢 一个组织呢 它那个组织呢 会有通过 所谓认定而可的 所谓的 全球的 自由开放原始码的契约 如果它认为 这个契约是正确的 是对的 它所认定的 它就会放在它的网站上 那目前有70种 也就是说 它现在至少 自由开放原始码 所认定的就有70种 所以各位程式公司 如果你真的要去研究这70种 你可能在网上 你就会研究一辈子 因为这些都是法律条文 那当然还不包括其他的 我刚刚说 这70种 只是它所认定的 那我们在网上 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 那常见的话 有很多种 比如说GPL LGPL AGPL MIT BSD 很多 NPL EPL 很多 那我现在列出的这些基因 如果可以写前端的话 通常遇到 MIT EPL G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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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所以不同的领域 会有不同的生态系 在里面 那原则上我们常看 就是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 那下一堂的话 才会讲一些 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它有授权的一个 牌头 比如说GPL 那其实它一直有版本号 所以契约也是有版本号 比如说我们软体一样 1.0版 2.0版 3.0版 那契约也是有版本号 有时候它会说我是GPL2.0 这个授权 有些是GPL3.0 那你们版本号都 所以呢 我们要去看是说 除了看它授权分析之外 它看到版本号 因为它有一些差异 所以原则上 自由开放研码软体的精神就是这样 第一个它通常是电脑城市 我说的是通常 电脑城市有时候伴随 是一些 它的一些介绍跟操作手车 这些是要属于文件的部分 那第二个 允许任何人使用 第三允许任何人修改 允许任何人重置 散户传输引力 我特别把第六项列传引力 就是说为什么公司很多人 喜欢采用自由软体的原因 它允许任何人在这里 它允许你引力 但是有些不在途径 所以原则上 自由开放原始拿软体 原则上都要符合这几项 所以呢 代表个人或公司 比如说我们 或是我们自己开公司 或是我们所属的公司 都可以自由使用 但是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都不一样 那这些定义不一样 会造成很多企业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列了很多GPL欄 雖然它们都属于自由软体授权的契约 但是它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用它去有什么不好 用它去有什么不好 例如我们在 我们的著作软体里面 如果使用GPL程式的时候 原则上在散步的同时 你要把你自己写的程式那一部分 不要用GPL的释除 我今天来讲 你今天要完成一个专案 我写你自己程式的部分 左边是你参考GPL的部分 所以两个程式呢 它一起互相运作的时候 原则上这整个四维同一著作 四维同一著作的时候呢 一个是你的 另一个是GPL 但是你使用GPL的时候 它也要求说 所有使用我的程式的著作 然后散步出去的时候呢 你的程式 或是所谓公司的程式 也要依照GPL授权使用 所以并不是说我的copyright 属于我公司 或属于我个人 或是属于我工作室 都不行 Copyright还是你自己本身 但是它的授权特性 原则上就是说 会按照我刚刚之前讲的 允许任何人使用 所以呢 你的程式的原则上 就是允许任何人使用 允许任何人修改 允许任何人从事三部名利 所以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 所以呢 如此 你这样子整个完成的主作 不管是写一个网站 写一个软体 或是什么 那你的朋友都有这些权利 可以使用 免费 商业 修改 你讨厌的人 也有这些权利 因为他刚刚讲 是任何人 你不能说 我写的软体 如果按照自由软体契约来讲 我不能说 我限制 白人不能用 人限制 黄种人不能用 不能限制 或是国家人不能用 限制男人不能用 或是女人不能用 这些都不行 按照自由软体契约来讲 他不能限制 所谓地域 人种 等等这些问题 然后甚至你的竞争对手 也有这些权利 比如说今天你公司 你写了你的著作 然后也有GTEL的著作 然后合在一起 合并为一个著作的时候 你公司的这个著作 原则上就按照GPL 所以你的竞争对手 便可以免费 補償的去使用 所以因此呢 有些人会有人说 自由开放油码 软体使用都不要 其实我刚刚讲 那会有多种 我只列了GPL 或其中一种 但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 一些特性 所以呢 原则上 今天我们如果 不要去深探 所谓的 自由软器的内容是什么 原则上 我们今天重要的 带来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使用任何软件 的时候 也必须看它的授权器 如果没有授权器 就要小心使用 或是尽量不要使用 如果有的话 你要稍微去区分一下 它的内容是什么 能不能让你使用 以及你使用之后 有什么 全力义务需要衣服 所以就在 程式设计师的一个 观点来讲 其实不是说 以前的程式设计师 只为了把工作做好 现在要把工作做好 把工作做完很简单 我今天在网上查了 什么程式 我就把它拿进来 使用就好了 但是把工作做好 我今天使用完这个程式 出货之后 或是我卖点 所谓的公司 或是外包完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之后会被人家告 那原则上就是这几点 我把它稍微归难 GPL A GPL 原则上就必须开放你原始 同时允许人家 有GPL MPL EPL 有点稍微修正 那另外就是 N-Line EBS 压大型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呢 原则上这样的一个授权 我们说使用上 会不会有问题 当然只有问题 因为原则上 契约背后的精神 保护它的东西 叫做作权法 原则上原则作权法 就会被告 然后背着地形犬 然后就要被赔偿 在美国已经很多案例 不管是 美国告台湾 或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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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欧洲人 或是欧洲人 都一样 都有很多案例 所以很多案例 可以参考 好 现在就问说 哪些是这种开放迪士 哪些 简单来讲 我们现在 手边上很多工具 可能设计师也好 或者说 社群推动者也好 可以看到很多工具 那这些工具 它的搜集是什么 就是OK 我可以DRAVA 学校只要DRAVA 我可以一个工具 但是你出去使用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使用这工具的手机 因为我们使用DRAVA 好像免费啊 但是你背后面有什么意义 我用PHP写网站 我会Python 我会Ruby 甚至我是写前端的 我会JQuery 然后 我又加到资料库 我会买SQL 那这些东西 它背后都有些搜集 那这些东西 我们就必须说 我们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些 当然如果你是自己研究 或是说一些社群推广的大手 OK 但是如果你是有引力 上面一些行为的时候 就必须要小心注意这些软件 你后面的一些手续 那简单来讲 Java Java的手续是什么 Java有很多种 一个是Oracle Java 原本是Sound Java 然后 比较Open 有一个叫Open Java OpenJDK 所以它是比较Open Java 所以它有两派 原则上 如果你是在Oracle下载 又有本的Sound 生涯 直接下载的Java 它原则上 不是属于自由软件 它不是自由软件 但是如果你是用OpenJDK 它是自由软件 它是GPU而已 所以简单单一句概念 那PHP的授权是什么 可能这边很多人都写过PHP 比如说我们PHP很简单 就写一些东西 就可以加网站 或是我用Jumla Druple 这样一个简单 就可以加一个CMS 企业级的内容管理系统网站 那PHP的授权 它是PHP License 那Python License Python的授权是什么 那Python的授权当然就是Python License 那Ruby的授权是什么 Ruby License 所以很多人自己搞 会自己搞这些授权 但原则上 这些授权不理我之前讲的 允许任何人使用 允许任何人塞 允许任何人改作 这些东西 都要有这样的基本性存在 好 接下来是 创容器器的著作 我们其实在使用自由软件 我们当然有很多 一些器语 但除了这些自由软件器内之外 它还有所谓的 create commerce 野野词东西 比如说各位如果有用freaker freaker上面的东西 原则上很多图片 那些人拍照上传的时候 他都会说我这些照片 属于create commerce 的一个其中一种授权 你就可以看这个授权 我可不可以使用这些照片 所以这些照片 也是有它有自己的一些授权 例如是所有freaker上面的照片 或是网络上找的照片 都可以用 原则上它还是会有 附带一些授权的档件 例如说有些授权 它可以让商业使用 这样的 那create commerce 在台湾我们来发现它 创用信息 那创用信息 跟我们刚刚讲 自由软件授权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单本 或是它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训练 就一下 那应该上 它跟自由开放有码软件 授权的企业是类似的 允许让你使用 或是散布等等 这样的东西 那有些企业也是要求 你说有做一些 群力跟义务分析 比如说 你使用我的照片 你就必须说 这个照片出自于某人 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现在是特殊问题 一旦 其实说我现在讲 比较实物的东西 让各位去参考一下 城市的载力用 什么叫城市的载力用 什么叫城市的载力用 城市设计最喜欢奇温金 是就是说 我写好一支城市之后 我以后就一直用 我不用再重新 但是我们刚回复到 我刚刚讲的 工普生 外包 在公司做的 一些权力移动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例如我写好一个网站 那我下一个 今天我写好一个网站 我下一个网站 当然继续用一些 呃 原件 或者沿试 用了什么的层次 然后再按照客户的需求 再做一些客制化 一遍 或者说 职业 职业的一些转变 比如说上间公司 我前一个公司的 我做的残油 是不是到现在这间公司 我可以继续用 不行 OK 我们刚刚讲 受雇人的制作财产权 原则上是属于上间公司 就是说这间公司 你在这间公司 期间完成制作 一定是上属于这间公司 所以完成制作 你不能再说 OK 我在下间公司 再用药房去 我真的没有被上间公司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其实现在 不管是不是学生 或是工程师 很多人还是违反这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为了保护自己 你要知道这一点 这是 自己的风险 外包公司的宿命是什么 假设我 OK 那我不要去公司做 不外包 但是我刚刚讲 外包预设 虽然 租作财产属于外包者 自己很深 但是 刚刚我讲了一个契约 很多外包公司 他在写契约的时候 会要求你 把这个租作的财产权 让录于他 如果再按照这种契约来讲的话 原则上外包者的产品 写的著作 原则上 做产品都属于那些公司 所以你没办法说 我一个call 我自己写完一个call 之后 一个程式之后 或是一个软体 我可以给多件外包公司 是不是不行 所以呢 现在就算你写APP 我今天写Android 我今天写iOS Apple的东西 我写了一些套件 原件 里面在里面 不好意思 你出了一个APP 给摩基公司的手 里面的这些call 你不能再拿到 下一个转换时刻 但是 现在很多人 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 你就被发现之后 就被告 所以在原则上 尼尔乘出 有个原始码 跟目的码 是同的出作 所以在法律上面来讲 他并不会说 原始码 我用这个授权 目的码 我用这个授权 没办法去区分 所以原则上 我说 我的原始码 是这个授权便宜 假设我只这样讲话 在法律的地位上面来讲 目的码也是同样搜索 因为他没办法下去的 因为他没办法下去的 那这些就是 好 那影音的部分 我们就说 我现在做了一个内容网站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 把Youtube 也签到我这边 或是别的网站也签到我这边 像很多人都是 喜欢这样做 或是说我自己 有自己的部落客 或是一个个人部落客 个人部落客 然后写一些网站 然后把一些好玩 YouTube的影音牵过来 或是说 大陆一些好玩的影音牵过来 OK 或是说 你自己在你自己的 Twitter 博客 或者说 图浪上面的 或是Deskbook 上面贴一些连结 这些东西 依照经济部这些产局 2013年9月5号 今年9月5号 的一个说明 如果单纯提供这样的 恒例 音频台的连结 不会侵犯 所谓的 从事权跟公开传说 他说 不会侵犯从事权跟公开传说 所以我反而讲 他这样解释的话 原则上来讲 你用那些连结过完 原则上不会有事 但是他有个诞书 假设你知道这个连结 本身的影片 是违反诸位选法的话 可能 那你还是有问题 就是说 你不能说 我今天说 我知道这个软体 是违反的 是破解的 放在我多个人 或是放在我推特里面 或是放在我扑浪上面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你知道它是很黑吧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就可能没事了 所以各位 这边就有个treat的地方 如果各位 都要知道怎么做 那做选法图片的话 也一样 图片也一样东西 那很多图片 是不是直接往上抓 报告 公司的餐饮 公司的一些 网站上面的图片 我发现其实很多 中小型企业上面的图片 你知道把那些图片 丢到Google 里面去社群 因为发现很多 零色的东西都跑出来了 很多张东西都跑出来了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 这些公司 到底是真正有 去买这些图片 通常都没有 比如说很多的一些 公司在做文案宣传的时候 很多放在书本上面 或是文圈上面 或是电影海报 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时候 很多都是利用别的东西 但是没有做高字 或是没有跟对方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高 除了文字 程式 图片 跟影音以外 都有很多一些 重要的东西要去查看 那商标 什么是商标 今天我回去叫商标 但商标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跟著作用选法 最不一样的东西 它有刑期的 也就是它是犯刑法 著作用选法 它只有民事上面的责任 但是商标拳 它有刑事上面的责任 什么叫刑事上面的责任 你今天违法是著作用选法 原则上就是被罰钱 但是如果你是违反商标法 你可能会被罰 然后在人生的记录上面 会有个物理 所以都可以查算 所以刑事责任跟彼此责任 差異在这里 商标法在今年 被国外强势的要求之下 台湾就把商标法修正 加入的所谓刑期 就是违反商标法 你可能会被抓去罰 那当然商标法内容 大家就多有兴趣再去看 那最主要差别在这 那我大家简单一些商标法 什么叫商标法 2006年 各位还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PTT商标 玩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说 好文卡 9RZ 那很多这样的文化出现 很多公司 就会去拿这样的文字 去申请商标 所以那时候巴哈姆特 跟PTT网友就提到 城邦文化的试验 把9RZ跟好文卡 拿去注册商标 那这些财群也指出 商业最主要的构同条件 在识别性 如果这些文字 没办法识别 它企业本身的东西 就没办法获取 所以呢 当时 城邦文化试验 申请好文卡 跟9RZ商标 就被撤销了 这是一个商标解锁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去智慧财群上面解锁 可以看一下商标大使 或者是长什么样子 原则上呢 我这个社群是ORZ 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历史上面来讲 很多公司都申请了ORZ 的一个商标 可以看到 在上面 好商标解锁大使长这个样子 可能图片比较小 我们可以看到 它保护的文字 ORZ 所以原则上呢 如果你有这些文案 或是一些东西 如果你写说ORZ ORZ咖啡 你用可能是侵犯它的商标群 然后它有个图 如果你用这个图 把云上去找它的商标群 所以商标保护的是什么 图形 颜色 文字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呢 并不是说 它除了的东西都是这样保 商标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保护的要件是什么 以及它的范围 商品名称 它这边有各种男女服装 所以如果你服装品牌 叫ORZ就不行 这些东西就很重要 或者说夹克YE ORZ ORZ YE 夹克这些东西都不行 但是呢 我们这样看起来 好像看到这样 好像我就不行做 其实在商标的一个检索里面 我们要看最底下 有个特别颜色的部分 这个是撤销的型 所以原则上 你看到这边 好像我不能用ORZ 但是你只要看底下 撤销不止 这个都被撤销 所以原则上 就可以继续使用ORZ 这样的东西 这样就保护了我们所谓的商标群的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的乡名 或是学生 甚至一些公司 可以继续使用 所谓的好人卡 或是JOMARZ 或是JOMARZ 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项商标的东西 原则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那中止创新有台客 后来207年又发生了 台客文化开的兴起 然后就有公司去申请台客商标 那像商标均所 输入台客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标 然后人家商标名都叫台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 这次上市有人家 中止创新部分有限公司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乖乖 部分有限公司 其实乖乖更早申请 比他更早申请 那 这是台客的部分 好台客一样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 这个东西 第一个它保护的是什么 中文台客 好像就这样 它图形态就长这样 然后它的范围 然后它的范围 火糖 火蜜 蛋脚 面条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客面条 什么 台客布丁 台客糖 但是它范围 只要你的东西 不在这个范围 里面的话 便是上面有侵犯 它的商标区 它有很多什么 对 什么叫中性当铺 中性旗 它是你中性的 这个商标区 它可能就没有说 我是包含当铺 所以范围 就可以用中性的档 那这边如果没列 就可以叫台客什么 那当然最重要的 也一样 这商标合不合法 在底下有 它是有备注 被撤销日期 所以范围 这个是被撤销的商标 所以不是查出来的东西 都是有商标群 你要看它的撤销 这是另外一个 所以范围上都一样 它们都申请台客 然后范围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安全头盔 机车用安全帽 WP3播放器 唱片等等 就在范围是不一样 所以它可以更别申请 对 那样子每下都被撤销 所以上台客 跟9RG 和RG 好 卡这东西 原则上都没有商标 在台湾 2011年女仆 开始有日董文化金 然后女仆就开始有申请女仆 所以一样这东西 最终结果一样被撤销 因为这种普遍用的 我们不能做商标群 我今天说 我在网上 我顺便说我这个是女仆 什么什么 然后就被告 所以原则上 智慧的财围局 他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审核 2013年盆栈 这东西比较特别 就是有一个人写的app 好不好 盆栈 盆栈 OK 就是有一个人 他开了一个咖啡厅 然后呢 就被别的咖啡厅告 因为呢 我们知道咖啡里面 有个叫盆栈咖啡 不可能开咖啡厅 那盆栈咖啡是个特殊的东西 这个咖啡店老板呢 就把盆栈这个东西去申请商标 然后他也申请了专利 专利我们之后再讲 然后呢 他申请完之后呢 就发函给台湾很多 十六家的一个咖啡店 说你侵权了 你侵犯哪个商标 可以专利去 这是真正收到 咖啡店老板真正收到一个 那个 真正收到一个来函 纯正信函 说我违反了什么什么 OK 其实呢 这个后来东西 在商标权里面 它其实并没有被撤销 我们看一下 我们搜寻盆栈在商标里面 就只有你家 就是他 这个咖啡店本身的老板 他申请这个商标 但是我们进去看一下 中文 横在没错 然后就是横在严肅 我们看最底下 他并没有被撤销 所以这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商品名称 他这边有说 茶叶、冰、冰品、披萨、蜂蜜、糖果、面包 你看完之后 没有咖啡 所以他并没有保护咖啡 所以按照他的商标权来讲 他并不能说 你们这些使用盆栈、咖啡的 都违反了我的商标权 就不行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收到一个纯真心态 你今天要看的是咖啡就反了 假设你是咖啡 他这边又没有列出咖啡 原则上 你就没有去看看他的权利 OK 当然去事件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今年10月4号 台湾人有人写跟他买e-tag 当然是上了新闻 他写是买e-tag 然后被原通电手 就是e-tag这间公司 自己的纯真心态要求他 把他的app下架 所以可以去查 有一些纯真心态 或是e-tag商标点数 你查e-tag的话 这很多笔 大概列出几笔 很多都是原通电手 这间公司 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 原理上他申请一个就是范围不一样 可能是交通类 可能是什么类 什么类 他就一直申请 所以他的商标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直接才来看这个e-tag 英文叫e-tag e-tag e-tag的他的钥匙 然后商品名称 可以看高速公务局 什么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机械设计啊 或是规划什么 电脑程式设计啊 电脑运体租赁啊 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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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原则上买e-tag 是侵犯他的一个商标群 然后最底下也会被承销 所以呢 这个是 有权的 他可以要求mine-tag 去做下架的动作 那现在回到讲一下 是什么呢 专业权比较特别 最难得尾 最无奈的智慧权 那各位 可能各位太年轻人 Michael Jackson的 前情45度秘密 各位可能有上过专业 可能会知道 这个就是 几乎我们在谈专业的时候 会谈的 比如说Michael Jackson 他有个舞蹈 是前情45度 那几乎一般人都做不到 那是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破梗的话很简单 他其实是 鞋子有个特殊的设计 他鞋子底下有个勾槽 然后呢 他在跳舞的位置上面 站到固定地位 地板底下 会有个东西卡榛起来 把他勾槽卡住 所以他就被定到地板上面 所以他要怎么动都可以 那这是他 你跟Google 你找Google Michael Jackson 然后专利 或者说前情45度的秘密 你原则上 不过都会告诉你的答案 所以这些东西 别人可不可以用 不行 因为Michael Jackson 把他申请专利 所以原则上 他这样的特殊舞蹈 原则上就是他的A使用 好 我们刚刚回到 盆栽的 盆栽的事件 除了商标 他也有专利 他也是 除了商标 告人 他也有专利去告人 我们刚刚从 一个他的范围里面 没有包完咖啡 所以商标权是被撤销 所以 如果你是被告的人 那原则上的话 商标权他是无效的 那我们接下来 当然要考虑专利群 OK 我们专利有很多种 发明专利 性行专利 新式样专利 这些等等 专利有很多种 那 简单来讲 他的专利是所谓性行专利 性行专利 性行专利是非实体审查 比如说你今天 申请专利的时候 有可能要写一些文案 做一些很多比对 那有另一种专利是 所以你只要整个文字的形式 原则上就会通过 那他属于的是 一个 新型专利 新型专利大概长这样 所以专利原则上 如果各位还是要懂 还是有兴趣读的话 原则上就是 长这个样子 然后 他的申请专利范围是 一种饮品结构 包括胚体容器 其中该胚体容器可 乘装有饮品的食材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专利 原则上只要有一个容器 可以装饮料 可以装水 它就是一个专利 所以 如果这个专利真的有效的话 全世界 不是全世界 就是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 上面有写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所有人 都不能再用这样一个东西去做引力 比如说你今天设计一个杯子 他可以装置 盛装饮料不行 因为这是他的专利 当然啊 这个专利一定不会通过 OK 他独立像一个 複数像三个 是比较接触用的 其实呢 专利他有一些阶段 就是说申请阶段 跟通过阶段 原则上他的专利是没有通过 但是他就很开始拿来告人了 所以 原则上就可以去看说 假设我今天被你来告人 你也不用太紧张 如果他告你是猪肉圈的话 就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他真的猪肉圈的东西 如果被告商标的话 你去看 这商标是不是他的 然后我的范围有没有在里面 如果被告是专利的话 你去看他专利是不是 专利是不是通过了 然后专利的叙述是不是包含了 那当然有很多些东西 我这边就不讲 那我们过去所知道的话 另一个重点是 我们过去所知道 专利是大公司 比如说Amfo-HTC SANSON-HTC 好像大家都告HTC 那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大公司之间的一些 告了告去 可是 其实我们个人也是有 例如像这家公司是一个 加拿大一个公司 他告了很多美国的 App的开发者 他就寄了这些存在下给个人 以前我们看到都是大公司告大公司 或是大公司告小公司 但现在变成公司告个人 这差异在哪里 第一个个人 通常不会有法务部门 家里应该不会有什么法务部门 那因为没有所谓的法律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知识 然后也没有法律上面资源 甚至你就算请律师 你也没有这么多些更加抗争 所以有些公司 公司就会用这样的一个 专利的一个手段去控告 所谓个人开发者 或是一些很微小的公司 或是一些接案的一些公司 那这间公司告的专利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的Apple上面 iOS或是一些设置 设备 只要里面有内购行为 就是说在这个Apple上面 能够完成购物行为 就是Apple那个购物行为 原则上就侵犯它的专利 就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侵犯它的专利 所以几乎所有的iOS 能被告就被告 但他不会说全部都告 他就看那些iOS 上面排行榜签识明 他就告 下次排行榜签识明 他就告 因为代表排行榜签识明 是赚钱的嘛 所以他就告那些人 代表你赚钱 就有钱会给我 OK 当然很多人就跟他签署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专利 我至少也有点钱 我也不想跟你抗争 所以他们就会把他的一些钱 用百分比的方式 抽成给那间公司 OK 其实一直到2013年都有 其实这个公司的手段 就是说 我现在可能没有钱 然后我先去告一些 个人的开发者 那我告到之后 我就拿到钱 我拿到钱 我比较有资源之后 我就去告大公司 然后就告了Robeo 这些东西 Robeo就是愤怒的这间公司 他就去告 然后今天甚至高上Disney 连这种大型公司 他都敢告 所以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说 像这套新的游戏柜 就当有亚洲 我心里很多 亚洲人都很聪明 看到国外的商业模式 他就把他 搬到亚洲来 我是担心到时候 会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变成说 即使我们是小小的 个人开发者 我可能卖一个 什么0.99块美金 我这样东西的APP 你有很可能会被告 那竞争摊其实很多 我刚刚说 专利最难躲的地方 就在于他是无所不在 譬如说 这是什么专利 各位如果再写一些前章 可能用到JSON 另外一种屁数 叫JSON P 因为上JSON P 如果你有用的话 基本上就违反这个专利 另外这个专利 我在US是美国 美国的后面号码 是美国的专利号码 就是一个专利通过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号码 然后前面是国家 那这是什么专利 是Twitter的一个动态下拉 所以如果我们东西往下拉 然后他会更新 这是Twitter的专利 然后这是什么专利 这是广告专利 原本上面只要有Google 你用不管是Google的广告 或是其他家的广告 都一样 那譬如说Google的广告是图片 然后你的是文字内容 你这样都配合的话 原子上就切满他的专利 或者说你也是影音 然后加上Google的图片广告 那这样也是切满他的专利 他其实已经告了很多公司 那例如说另一个 比较多人知道的专利 是Amazon没建构 你在他网站上面按一下 一个按钮 你就把东西摆好了 这东西也是Amazon的专利 然后Amazon告了其他人 那其实他还有很多 很多类似的专利 比如Json跟Soft 那Soft也有很多专利 然后Streaming Streaming就是串流 YouTube也有串流的专利 或是多次触控 或是手势操作 这些其实都可以生成专利 例如Apple就很多的多次触控 羊子、三子、四子、五子 它都全部生成专利 那是狮子的 Gasture就是怎么摆 摆动自己都有专利 然后P2P GPS、LBS 比如说有些人做定位系统 用LBS 或是GPS 一期都有专利 或是QRcode 我们现在看到QRcode也都有专利 但QRcode比较特别 专利持有的是一家日本公司 我们现在为什么看到QRcode 这么多人在用 虽然他有专利 但专利持有的是一家公司 然后他的专利号是这样 他申请了美国、欧盟跟日本 但是该公司宣布 我们不使用这个专利群 也就是他在网站上面说 虽然我是有专利 但是我不会告任何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 都愿意使用你们在这里 所以他就不行是他的专利群 另外营业秘密义法 营业秘密义法 营业秘密义法 今天有讲重点在于说 营业秘密义法 现在也有刑期了 有刑事责任的 今天你在这间公司做的东西 你知道一些东西 你不能带到这间公司做 你会被关的 以前是罚钱就好 我可能罚几百万、几十万 可能比较没有钱 可能就几万块 或许可以打罚 但现在不是 除了罚几万块 几十万、几百万的时候 你看他就被抓去关了 所以营业秘密义法 现在已经有刑事责任 所以我刚刚讲这么多 从作用权法 商标法 专利法 还有营业秘密义 责任 这样的东西 所有里面的东西 没有刑事责任 就是专利权 跟作用权 其他都有刑事责任 好 另外就是各自法 各自法 我刚刚现在也有 如果你写的APP 又储存个人资料的话 每次上都要复权 各自法規定 即使你是用Facebook login 或是Google Plus 或是Twitter 因为上次都属于 个人识别的资料 你只要储存 但自己的资料库里面 或是你做些什么 其他处理 都必须要知道 这样的东西 例如像很多东西 App App的东西 第一个 不是自己写个会员系统 就是用Google 或是用Facebook 因为上都要Facebook 所以这些是一个零零重重的东西 我刚刚讲很多技术法律的东西 那其实这个技术法律 其实还蛮生活化 其实我们在一般新闻网当中 都可以看到 那我为什么会去学 这样一个著作权 或所谓智慧差异权 也在这里 因为其实一个城市开发者 你在开发一些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公司 或是你自己 在别的公司的服务 都会面临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今天的这个城市 或是这个专案 或是这样的一个网站 到底有没有法律 一些权利吗 或者说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我被人家告了 我该怎么保护自己 我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可以 在这样一个理念 去发生一些问题 所以陈生西 到底要去 讀一些法律 我觉得应该 还是要一点 你不用真的去 讀懂所有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一些保护自己的东西 就我刚刚一开始 开中民讲 红灯右转 或者说闯灯 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 而且是这个 这么生活化的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 那其实 风险是要自己去负责的 好 所以今天演讲 大家讲到这边 那接下的话 就交由 RJ来 去讲 所以跟自由乱级的东西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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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对 很讲 讲